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指出 李显龙总理委任贪污调查局调查 两名内阁部长尚木更和维文 租住黑白洋房事件 显示政府对事件的重视 并强调政府和公务员保持清廉至关重要 国务资政张志贤就两位内阁部长 租住黑白洋房事件 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 他重申为了规避利益冲突 部长们都需要遵守行为准则 他重申为了认为公务员保持清廉至关键 他重申这次的调查得出了三个关键结论 包括贪污调查局在质量比租房交易中 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指向贪污腐败或犯罪行为 当局也没发现两名部长和他们的配偶在交易中 获得优惠待遇和特别信息 整个租屋过程也没有拼离土地管理局的规定 张志贤强调两名部长以及相关公务员 也采取了适当措施防止任何利益冲突 包括申报潜在利益冲突 张志贤说事件也展示了在政府和国家层面 保持高标准诚信和问责制度的重要性 感谢周则主持权的责任 我们要上司机上的责量 在政府和责任的责任 江法律的责任 我们继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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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杂质 在我们人们 尤其男生和女生在政治上 原本尚中 张志贤也透露 公共服务部门下来将以这起事件为例 强调公务员诚信问题的重要性 当局也将为涉及租赁和产业估价适宜的人员 推出一套标准申报要求